好嘞 稍微没问题哈 没问题的话 咱们两个就先开始 然后别人进来的话 他就搬路进来吧 谁让他不来跟咱们一起测试设备来着 好 我们这节课给大家讲 这个偷视表和这个分组聚合 但是咱们还是老规矩在讲之前呢 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 哎呀 我还是TVT吧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主要讲了 这个数据的连接 数据的连接和数据的映射 对不对 那数据的连接呢 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了几个函数 有concata 有merge 有join 然后最后我们还跟那个append 做一个对比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的映射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 一个是map 那它呢 主要是用于series 对吧 它是series的这个映射函数 然后这个还有apply apply呢 可以同时应用于某数据中的某一行 或某一列 也就是说可以应用于series 也可以直接应用于data frame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两个部分的大块 哎 晚上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支持点啊 还是通过这个思维导图的方式 咱们一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这个思维导图啊 咱们上这个数据的连接和映射 然后首先我们给大家学习了这个concata这个函数 那concata这个函数呢 它默认的是在行上进行拼接 而且它是进行一个拼接 也就是说它不需要你有公共链 不需要你有公共链 它可以支持多个表进行这个拼接 然后你自己是选择这个全链接 还是选择这个内部连接 对吧 内部连接只取有交集的地方 那全链接呢 没有交集的地方 我也会给你保留下来 那没有怎么办 用那个难值给你进行一个填充 对吧 然后pd点concata 然后给大家讲了这个mod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边参数比较多 咱们在这会儿也是花了好大的篇幅去讲 对吧 那mod呢 它跟concata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就是concata你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表 那mod呢 它一次性只支持你连接两个表 它是连接 那它连接的方式呢 就跟我们在那个mysicle 你学数据库的时候 它的连接方式非常相似 外连接内连接 那你选择是左外部连接 还是右外部连接 对吧 那我们通过这个什么参数去控制 通过这个号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你进行连接的时候 需要你有一个公共链 这个公共链 我们管它叫做建列 也是key列 拿谁作为你连接的这个依据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有当你的表里边有相同的列名的时候 你因为你自己不指定的话 它会默认的去帮你找具有相同 两个表中具有相同的列名 然后拿它作为你的建列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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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表里有好多的列名都相同 那它不知道你要用谁 那你可以自己去指定某一个列 我根据某一个列去连接 那两个表的话 第一个表 left on 第二个表 right on 那相应的 咱说了 你那个表 如果说我那个能够作为建列的那个东西 它不是我一个数据列 它是我的index 那怎么办 那它还有left index和right index 对吧 如果你想用这个index 作为你的连接的那个键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参数放上去 然后让它变成true 它的参数是一个布尔值 对吧 然后suffix 是这个前坠 那你自己如果连接完了以后 那还有其他列名相同 对吧 你连接完了以后 它会自动的给你添加一个后坠 一个sv 告诉你这个 你这个数据是来自于哪个表 那你说我自己可以指定 可以 你自己suffix 你可以用个字典给它装进去 对吧 这是我们使用这个merge连接 merge连接 然后我们可以也通过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是这个join这种连接的方式 它其实是直接帮我们在这个列上 给你进行连接 那里边的一些参数呢 跟这个merge是非常相似的 它通过哪个参数去控制来着 你自己看 想一想那个参数是啥 然后append 它是默认的帮助我们在行上给你进行拼接 进行拼接 那说完了这个数据的连接 那主要给大家就介绍了这几个函数 接着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映射 映射函数 那注意的一点 就是咱们刚才也给其实也给大家强调了 它呢只能被series调用 同时它不能传递多个参数 但是呢你说我给series 我要给多个那个值 附上不同的值 你可以通过传入这个字典的形式 然后这个实现你的目的 那这个apply呢 你可以跟那个函数 也是跟函数连用 对吧 但是呢它可以支持你去传更多的一些参数 那这个apply可以应用于列 也可以直接应用于data frame 这是它们两个一个的区别 这就是我们整个上节课给大家讲的内容 每一个部分都有给大家举例子 那这块的特点就是它的函数比较多 那咱们还是挑这个 用的很多的这个参数 去给大家通过例子 去给大家讲解的 那如果你对这个参数 还是有一些不太了解的话 我教了你个方法 对不对 你按住shift加type 然后你把那个 那个那个函数打过来 打出来 然后那个 按住shift加type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里边 它的一些参数 以及它里边的一些讲解 那然后那个 关于这个小案例呢 你还可以回到我们上节课去看一看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内容都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这个透视表 然后分组聚合 Transform 这个也是一个函数 然后最后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过滤器 这个透视表 其实我们在Excel里经常听到透视表这个词 对不对 一般的你去那个 稍微Excel里稍微高端一点的拥有 就会问你 你会不会用这个透视表啊 对吧 会不会用这个数据透视表啊 pick it table 对吧 那咱们这节课呢 就是讲一讲 我们在Pandas 怎么去实现 类似于Excel里边 透视表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函数 来实现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把这个材料给大家看一下 透视表 一般我们处理一个Excel里边的透视表 它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 直接去拖动它这个字段的名称 然后给它放上行上 放到列上 然后你自己去给它选择 是不是要聚合 或者是怎么去聚合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去快速的查看一些 你需要的信息 对不对 那它的特点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快速的给你进行分类 汇总聚合 去调整你的数据 去查找一些你需要的信息 透视表是一种对数据动态排骨 并且分类汇总的表格格式 大多数人在Excel都使用过这个数据透视表 那你也知道它的功能很强大 那我们在Excel 在这个Pandas里边呢 我们实现透视表的这个功能 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函数 它叫做PivotTable PivotTable 那这是它的一些优点 它这些优点呢 也是我们促使我们去学习它的理由 那么我们还是到具体的案例中 去看一看这个PivotTable 我们怎么在这里去 在这个Python里边去做一个透视表 进入 Notebook 我弹到这边的浏览器上 OK 进来以后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文件 还是 那打开新的文件 把我们这个三件课给导进来 Import NumpPi SMP ImportPandas AsPd 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我们的工具 对不对 那我们下边等 这一周 基本上 这个这个 前面数据清洗 加上这些基础 那我们都搞定了 后边 我们就开始学习可视化了 那慢慢的就养成习惯 直接就把这三个包 都倒进来 你需要用的库都倒进来 那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这个 篮球赛这个 这个这个哪去了 这个 透视表篮球赛这个文件 我们使用这个文件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怎么去导入这个文件 咱们之前发现有同学 在导入文件的时候 还会遇到点问题 那我在这里呢 咱们说了 我通过这种方式 直接进入的 通过这块 也就是说找到你这个文件夹 然后你在这个文件夹 这个框里 去输入这个Jupiter Notebook 那我们通过这个 这种方式 它叫做绝对路径 不是 它叫做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 那如果你的文件 是刚好存放在 当前的这个文件夹里的话 那你是不是 pd.read.csv 然后直接把你的文件名 放里边 然后加一个 点和这个 杠 就能直接导 导进来这个数据 那这样你去查看一下 这个数据 它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我想导的数据 就没在当前 这个文件夹 怎么办 比如说我这里 有一个文件夹 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 有一个文件夹 我这里有一个 叫做mydata的 这个数据 对不对 那我想把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在 这是p这个文件夹 p这个文件夹 那不是我刚才 打开的这个 咱们学习的 这个透数表 这个文件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现在想导的数据 它在别的文件夹里 那我想把数据 导进来 怎么导呢 想把别的数据 导进来的话 还是 那我刚才的数据 格式是pd.read 它是csv 对不对 csv 完事了 我要把这个数据 导进来 它的数据 文件格式是csv 那好 readcsv 里边放什么 放你的文件路径 对吧 放你的文件路径 的话 由于它是在 另一个文件夹里的 所以你怎么去 找到文件路径 你可以直接在这 去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对吧 复制 然后这个名 我也直接在这复制 放进来 就完事了 但是 但是 你这样读数据 你这样去读数据 它读不出来 你这样读数据 它读不出来 你也不用理解 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读不出来 因为你去理解 它也没有用 我们只要把数据 能够读出来 就行了 我告诉你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放的里边 放的一个绝对路径 也就是说 不是你当前 目录的文件夹 你这样直接放进去 读不出来 记住了 怎么解决 在前面加一个 R就可以了 在前面加一个R 这样它就能够 正常读出来了 读出来了以后 你再把数据 调出来看看 读出来是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它长得不太好看 它好像 但是它好像 比较有规律 对吧 它都是用这个 分号去分隔的 那你再加一个 参数吧 然后把这个分号 放进来 OK 这样再重新执行一下 它是不是就 正常的读进来了 那关于这个 pd.ray的csv 它里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参数 你看看 零零总总的参数 你就拽了半天 你也拽不完 你想把每个参数 记住呢 也不太现实 那你就记住 几个常用的 对吧 比如说你的数据 它正常读进来 它分割的不太正常 那你看看 它还有规律 那你可以说 告诉它 我这个数据 是用什么分割的 sap 也就是说 你数据是怎么分割的 delimiter跟它是一个意思 hider是这个 你一个读进来 有的时候呢 它会默认的 把你这个数据表里边的 第一行 当做你这个字段名 也就是 你那个列的标题 给读进来 但有的时候 那个直接是数据 它本身没有 这个列的标题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hider等于 对吧 names 然后columns 剩下的什么其他的 我跟你说 不是教你这个方法了吗 你要跳过多少行啊 对吧 scape rose等等等等 或者你赌多少行 nrose 你直接 直接到这里边来找 参数太多了 你记不住 你说你不要 给自己强人所难 你要把每一个参数的技术 犯不上 等你以后 你说你这个 数据分析方面 我就是比较熟练了 然后以后说 你想要自己 再精进一下 你说我愿意 多记几个参数 OK没有问题 但现在你不要 难为自己啊 下边它有 这个参数的讲解 就用到哪 你就找到哪 就OK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读取数据 没有着重的去 花费很大的篇幅 去给大家讲 一个是 它本身就比较简单 那一般我们数据 直接是什么样的 你就直接 读什么样的 一般我们保存的 也就是 CSV Excel 或者你是用 其他类型的文件 等等等等 咱们说了 善用手边的工具 善用手边的工具 好 那这个怎么读取数据 那这块 咱们讲到这了 就一起给大家说了 那现在 这个是我使用 这个透视表 篮球赛的这个数据 把它读取进来了 读取进来 现在干嘛呢 我想做一个 这个 透视表 做一个透视表 但是你做透视表 你得有目的 对不对 你想干嘛 你用透视表干嘛 那比如说 现在 这个是 这个 这个哈登 哈登 他们这个球队 这个的数据 那我现在想看一下 他对阵的 同一个对手 同一个对手 他在不同 课场下的 这个数据 在不同 课场下的数据 先别搞那么简单 先来个简单的吧 我现在就想看一下 你是不是球队 有各个队 对阵各个对手 我不同的胜负数据吗 那胜负数据呢 还分 你这个场地 还分主阔场 对不对 我们经常看篮球的同学 都会知道 有主阔场的话 那你主场 主场胜率和课场胜率 那一般情况下 都是不一样的 为啥 主场 咱们都说了 比较有主场优势 那本身 你这个士气高涨 对吧 你想想你打比赛呢 人家巴巴都在给对面的球队加油 那你这 对球员心理影响很大 所以会进而的去影响 他的心态 去影响 他的一些得分数据 对吧 那所以我把主客场 当成我一个会影响这个因素 那我就想看看 他在主客场 不同的这个场下 他这个数据 比较一下 那我就需要 可以通过一个 数据透视表来实现 那数据透视表呢 把你关注的那些数据 给他放在行 那个信息 给他放在行上 对不对 然后直接去看一下 他里边这个 他的技术得分啊 或者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打个喷嚏 去看看你在这个 不同主客场下的数据 那我们使用这个 PivotTable 看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啊 我创建这个 透视表的话 PD.R PivotTable 直接这样把它输进来 输进来以后 里边我们先来简单的 看一下他里边的参数啊 里边 Data 是什么呀 你要给谁 做成这个 透视表 对吧 那我们一边是 一般是DataFrame 对不对 那Values Values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你是 把哪些值 进行这个 分析 进行这个 这个 给他汇总分析 Index呢 就是你那个表里边的行 你想 那个分 也是 你在行上 你说想看哪个条件下的 这个 不同数据的情况 那我们要看主客厂的话 那肯定是放到这个参数上 对不对 那Columns呢 Dax上你都可以看 那个分组条件的 那个Columns 它支持你在列上 去看那个分组条件 那 EggFunction 它是 其实EggryFunction 它其实是这个 这个 聚合函数 聚合函数 你分组完事以后 你要干嘛呀 对吧 你在数据 在一个cell里边 数据透视表上 它都支持你 去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 你是给他进行计数啊 还是进行求和呀 求平均啊 等等等等 那在这里 我们也是支持的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参数 去进行调整 Fail Value 碰到我缺失值了 你怎么办 你是这个 你打算是用什么值去填充 还是怎么着 Margin Margin 你是不是要给他 进行一个汇总统计 Drop NA 那你碰到缺失值 你是不是要把缺失值 直接干掉 我默认就忽略那些 缺失值了 对不对 那Margins Margins Name Margins Name 它跟Margins 它是成对出现的 这个东西 我想起来 我之前在BI 给大家讲什么时候 讲那个参数 然后有一个是 里边是Filter Table 然后里边后边 跟的那个过滤条件 然后有同学说 老师 我不给那个表名 我只是给条件 行不行 这个不行 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你有Margins的话 你让他给你统计的话 那你就要确定 这个Margins Name 那他默认的 给你的名 是这个 O这个名 Observed Observed 一会儿 这个参数我也忘了 一会儿咱们往下看一下 Observed 在这里 This only apply if any of the groupers categories 也就是说 你这个 只有你那个 分组的那个条件 它是分类型的话 它才会使用 这个参数 如果你这个参数 Observed 这个参数 它是处的话 它会只给你显示 就是你观察到的 那些 按照你那个分组条件 能够观察到的 那些值 那如果是false呢 它就会 你处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 如果是false的话 它默认的 会把所有的这个分类 去给你显示出来 然后 看一看 没别的了 下边就是一些 关于它的讲解 那好了 我们看看 一个一个参数 来看一看吧 PivotTable 对不对 我现在说了 咱们要看 它的主客场 不同情况下 它这个各项的数据 那 Index 等于这个 主客场 他说 我直接把这个 Index 给人家了 我没给人家数据 对不对 没给人数据 人家搁啥给你分啊 好了 这样放进来 那这样 我们就拿到了 主客场 情况下 两种不同情况下 它的各项数据 有没有发现 老师 你这个链好像 是不是缺点啥 什么对手 胜负 咋都没给你呢 为啥 因为它不是 数值型的数据 它是分类型的数据 那你进行 这个统计的时候 你默认的 它是给你进行 对数值型的数据 进行统计 那它现在 给我们统计的 这个数据 得出来的数据 都是什么呢 都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看到了吗 act function 它默认给你 求的是 均值 默认给你 求的是均值 也就是说 它默认的 会给你去查看 数值数据 数值型的数据 去查看 数值型数据的均值 那么我们发现 还是在 主场上 它这个 三分命中率的 均值比较高 那客场呢 它这个 三分命中率 均值比较低 那除了 这个三分命中率 以外 你看其他数据 基本上也都是 这个在主场的数据 相对而言更好一些 对吧 包括你整体的 这个助攻命中得分 投篮命中率 投篮数量 出手的数量 蓝板的数量 各项数据 基本上都是好于课程的 那这个是我们 直接通过这个 pd pivot table 直接使用pd 也就是直接使用 这个pd这个方式 去调用它 那你使用这个pandas pd去调用它 那你说老师 我直接既然是 这个表上的数据的话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把它 作为我的对象 直接去调用 这个pivot table 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df.2 pivot table 它可以直接调用 可以直接调用 但是 可以直接调用的话 它的参数 发生了变化 你可以 比较一下 可以比较一下 我在这里 你可以比较一下 刚才我们那个参数 你第一个看到的参数 它是什么 data 对不对 你用pd去调用的话 也就是你用pandas 去调用这个pivot table的话 它第一个参数是data 在这里 它怎么没有data 那个数据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使用的是 直接使用的 这个data frame 去调用 也就是说 你默认的 其实是要 给这个data frame 给它进行一个 做一个透视 做一个透视表 对不对 那你直接用pd调用的话 因为你没有给它数据 它也不知道 你要给什么东西 做成这个透视表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data的数据 给人家传进来 这就是你 这两种不同的调用方式 那不同调用的时候 它参数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那其他的参数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参数的意思 也都是一样的 下边相应的 它也有对应的说明 那你这个 要实现这个效果的话 你说 我直接通过data frame 那你里边 剩下直接给它一个index 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主课程 这样我就实现了 一样的效果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里边的数据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直接学 怎么使用这个 透视表这个方法 后视表 后视表 那第一个 我们怎么直接用 使用完了以后 我们说说里边的 其实data那个参数 也是数据的参数 给大家说完了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 其实这个是给大家说了 这个index参数 说完index参数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下边给大家说 说这个values这个参数 那具体说values在参数的时候 这个index 我还要给大家嘱咐一句 给大家嘱咐一句 这个你这是使用这个index 你自己默认直接的 你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 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上 我根据谁去给他 进行一个 这个这个 透数据透视 对吧 你说老师 我这个根据行上 这个数据透视的话 你说我想做多条件的呢 做多条件呢 其实他支持你 做多条件的这个数据透视 那你当你使用 多条件数据透视的时候 多条件数据透视 你使用多条件数据透视的时候 他这个index就会变成 具有层次结构的index 会变成 具有层次 结构的index 啥叫具有层次结构的 记不记得上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那个 是讲墨这 还是讲哪个来着 加了一个 然后上面 他就变成了x 然后888 对应第一张表上的数据 然后加y 888 对应第二张表上的数据 也就是说你这个index 他前面还有一个主的分类 就像你自己在这个 一个sell里 做个表格的话 是的 你自己做表格的话 你说这个 他这个数据都是属于这个 包 然后下边 衣服 对吧 那包 对应下边的分类 对应什么 手包 背包 等等等等 那衣服呢 你是这个T恤 还是这个衬衫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这种 他不就是具有层次结构吗 大类里边跟着小类 对吧 然后再一类一类层层低进 这样放进去 那你这块的话 你做数据透视表的话 你如果 这个index 你多给他 你说我不光要按主客厂 我还要看 我还要看他在 不读客厂的时候 同时我还要关注他 针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 他的表现怎么样 那你可以把这个对手 这个数据 放进来 那这样你得到的这个 就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透视表 这个时候index 因为你放进两个index 所以他就自动的给你分配成这样 层次结构的 那你说老师 我给他反过来放行不行 反过来放也行 反过来放也行 你看一下 反过来放的话 他长的样子就变了一倍 就是以谁为对手 每个对手 他都有一个主客厂的 这样的一个 又变成中文的号 OK 那每个对手 他都有一个主客厂的数据 就是显示的样式不同 但是本质上 你这块放 多放index的话 他就会给你提供 具有层次结构的 这个数据透视表 那你自己去设定这个顺序 随便 这是我们学习的index的参数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 values这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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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了 values你是默认的 给我去统计了所有的这些 数值型的数据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我不需要这么多 我只想看几个就行了 比如说我只想关注这个 得分 蓝板 还看啥 我只想看这个得分 蓝板 我还想看啥 比较重要呢 看个助攻 对吧 比如说你只想看这三个列上面的数据统计 其他的我不需要看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values去对它进行一个筛选 你看谁 你就把谁放到values里边 但是它里边必须是得是数值型的数据啊 那我只看这三种的话 bf.pv table 直接还是啊 index我还看这个主客厂 对不对 别的我不看 index我还看这个主客厂 那但是值呢 我不想看所有的值 我只想看我自己挑出来的那些值 那你用一个list给它装进来 装进来的话 然后把每一个你想看的列 直接列标签给它放进去呗 也就是字段给它放进去呗 想看得分 得分 谁累着 蓝板 还有这个助攻 ok 所以value这个参数 它是干嘛的 去帮助我们去筛选 你自己想看到那些 数值的 帮你去筛选 你想看到的值 那这时候它只给我看这个助攻的平均值 得分的平均值 蓝板的平均值 啊 这是value的这个参数 那刚才咱们给大家说这个index的时候 咱们说了你可以在index给它进行这个 相当于多层次的这种分组 对不对 那我在列上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 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 实际这样不好看 我还是把主客厂放前面吧 把主客厂放前面 那这样它实现了帮助我实现了在行上 在行上 也就是说index这个方向上 多层次的这样一个分组 你说老师 我在这个列上能不能给它进行一个分组 进行一个分 三分辨重率 我再分一个 我再看看其他的 比如说看那个 呃 我看数据还有谁来着 原来的表呢 是呢 我想看看胜负场 胜负场的数据肯定不一样 对不对 我想看看它在不同的胜负场上的表现 我想让它在列上去给它体现 那怎么控制这个东西呢 旁上 我用index 那在列上 就通过这个columns这个函数 这个参数 这是在列上给你设置这个 层次结构 在列上给你设置层次 那我还看 想看这主客厂的数据 OK 我还看这些 不同的是 我现在要看列上的 那你再加个参数呗 columns 你要根据谁来看 根据这个胜负 胜负那个列名是什么呢 脑去了 这叫胜负 给你隐藏掉 夹起来 你再来看一看 那这个时候它是不是 这个 因为index 我这还放一个主客厂 所以在这给你显示个主客厂 那这 这块呢 我想看 这个助攻 得分 篮板 我只想看这三列数值的统计 但是呢 我发现 它在胜负厂的表现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给它在列上增加了一个层次 那在列上 它就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这样的一个 呃 呃 投资表 那助攻 你可以看到胜负厂跟副厂的数据 胜负厂 那明显 主客厂的这个差距还是呃 比较明显的 那副厂呢 它这个呃 数值 对于这个这个而言 它还是很接近的 对于助攻这个数据 它还很接近的 但是对于别的数据而言 呃 它并没有那么接近 对吧 那像这个得分这个 它差数 呃 差距就比较大 那这个是我们直接实现在列上 给你进行了一个分层 也就是说在列上 给你呃 设置这个层次 类似于你在index上面 那个操作 index 我看这个 那 行上你能控制了 你知道通过index控制 那列上通过columns控制 那values去帮助你去筛选 你想统计的那些数值 就ok了 那我在下面再看一看 另一个参数 咱们说了 它自动的给你看的都是均值 有没有人在疑问 哎 老师你怎么知道 它给我统计的都是均值啊 秘密就在这里啊 x function 它默认的给你看的是这个均值 那这个里边我能不能给它进行一个更改呢 我们往下来看一看它里边参数的讲解啊 嗯 value index 这儿呢 x function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函数 对吧 它是list of functions dict default 意思默认给你求这个均值 对吧 然后它是具有层次的这个 层次的这个列的时候 它这个第一层是这个 function的名 也就是你这个函数的名 然后下面呢 如果你给它传入一个字典的话 它的那个字典的key 它会 就是这个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东西 我翻译一下 key is column to aggregate 就是这个column用来这个给你聚合的 然后值呢 就是它给你直接用来这个计算的 或者是 这个翻译 算了 你还是自己也去翻译吧 我们一会用一下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它本身就是其实给你提供一个聚合的一个方式 你当然聚合了 你说我可以除了我求这个均值 你默认给我求均值吗 那我求这个求求何行不行 我求个中文数行不行 我们来试一下 试一下 按个方式 对是这个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啊 我们使用这个参数的话 那我还使用这个df这个数据 还是我再调一下这个数据吧 隔得太远了 我都忘了数据长相像了 还是这个数据 那我现在要对它进行一个统计 我现在要统计什么呢 我现在要看咱们这个 咱说了 你这个主客场胜负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主客场 那现在主客场胜负 我都要作为我一个条件 因为它俩都是影响我这个 这个数据不同的一个因素嘛 对吧 那我现在想看哪几个数据呢 我想看这个 还是看这个得分 篮板 再看下助攻 然后后三列吧 都看这三列吧 看这个得分 篮板 助攻 那我现在呢 我之前你默认的都给我求平均 对不对 那现在我想让它给我求个和 求个和 你关注的是主客场的数据 那还是df.period table 对不对 不小心给弄个大写的地 那我还是关注这个两个主客场和胜负 对不对 那index 我用这个list给它扩起来 主客场 胜负 那这是index的这个参数 那值呢 我说了 只想看这个后边这仨 后边这个篮板助攻得分 那好 值 我用谁来控制来着 你只想看到 你想看到的是值 用values这个参数去控制 然后用这个list 给它扣起来 扣起来是篮板得分助攻 得分 我一会中英文估计就切混了 篮板得分助攻 完事了 那后边 它现在默认的是给你求这个 求这个求求平均 对不对 act function 就是这个参数 我说我现在不需要你给我求这个平均了 求平均 我想求一个均值 不 你默认的给我求平均 我想求一个核 或者你求一个中英数 试试 试试啊 我们来试试 那这样 它就给我拿出了相定的数据 那盛厂它的助攻的中位数得到的是十分 不是得到的是十个助攻 那副厂它的中位数呢 是得到了这个 八个 这是主场的数据 那客厂呢 盛厂的中位数是九个 而副厂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那我不求这个中位数了 我求一个核 行不行 直接在这改 完事 现在拿到的就是 总核 总核 剩下其他的那个 那个聚合 才是聚合函数 你随便换没 对吧 你是求什么 呃 康特啊 还是求max啊 还是minimum啊 最小值 min啊 对 就是 直接去换 就ok了 他总之 这个东西 他就是 这个东西 他总之 他就是来帮助我们 给大家进行聚合的 他是帮助我们 去筛选 我想统计的那些列的 就是这个功能 那你说老师 哎 你这只给我实现了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聚合的方式 那你 我想对不同的列 我想有不同的聚合方式 对不同的列 我想有不同的聚合方式 那比如说这么多数据 对吧 我这个按照你一个 pivet pivet 按照你那个分析的思路 我想要这个 呃 对手胜负我都有 我要对手和胜负 或者你要主客场和胜负 都ok 随便 然后列上呢 我想统计的值呢 那还是这个 这三列的值 那问题现在是 对这三列的值 我想求不同的东西 比如这个得分 比如这个得分 我想看他的均值 但是这个助攻呢 助攻我想看他的这个 又想看他的最小值 又想看他的最大值 我还想看他的均值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也就是说你想同时去给不同的列 进行不同的聚合方式 进行不同的聚合方式的话 你就用一个中括号 不是 pi 你就用一个字典 给他括起来 括起来 然后不同的列 你想给他执行什么 那你就直接给他进行执行 就ok 比如说就按照我刚才的那个说法 我一个要求这个得分 我要求这个均值 那助攻 我要又要看最小值最大值 我还要看他的均值 ok 那我们就这样来搞 这样来搞 东西 我还是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比较省事啊 我就主个壤和胜负了 然后还是看这三个 但是不同的是 我要在这里给他进行一个调整 在这里给他进行一个调整 我现在对于得分那个 得分这个数据 得分这一列的数据 我想给他求一个 他保证 还是他的这个均值 均值的话 那他是命 然后除了得分 那剩下其他的那个助攻 咱说要看不同的数据 助攻 助攻我想看什么 我又想看他最小值 我又想看他最小值 又想看他最大值 我又想看一下他那个均值 那里边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list 作为他的均值 作为他的均值 我就再看一下 我这个标点应该是是英文的哈 又想看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值 max 还有均值 对吧 我想看这仨 你这样这样给他就可以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你用这个 那你用这个 那么你用这个 那么你用这个 因为他里边是这个 array吗 ok 那 均值 没错吧 然后这 然后在这儿呢 这个我给那个改了 那个没改 来 ok 如果你直接像刚才这样 你用这个直接用括号 用这个 引号给他引起来 可以 那像我这样给他写上坚值的话 你还是写上这个 用这个南派这个 那个球 那个聚合的方式啊 然后 表现点了啥 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统计的数据 统计的数据 那index还是按照你的要求 按照主客厂去给你统计 然后值呢 还是这个 你关注你统计的那几个 那为啥这里 只显示一个助攻得分 没有显示蓝板呢 因为你在给人家 你说告诉人家 统计这些值 然后你自己又非要去指定 你这个聚合的方式 那聚合的方式 你看你这里不只给两个吗 蓝板你也没给人家 所以他并没有帮助你去做 这块你得跟他 要么你就进行同意 要不然他就会 以你这里给出的内容为准 以你这里给出的内容为准 然后这里我们就直接 找到了这个 他对应的这个 关于助攻这个 我们看到助攻的最大值 均值 最小值 那得分呢 我因为只要一个均值 对不对 所以他这块就给了我一个均值 就是这样去统计的 就是这样的去统计 那除了这个参数 我们现在讲了几个了 index value value function 再来一个 fail value fail value这个参数 这参数咱们说了 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碰到确实值的话 你用什么值去给他进行一个填充 用什么值给他进行一个填充 那其实你在填充这个缺失值的时候 它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的 咱们说了 你这缺失值的话 你能不删 尽量不删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你对一个缺失值 给他进行一个填充 你用什么填充 用什么填充 一般我们是选择那个 你们公司 有你们公司不同的处理方式 再一个你怎么去填充 它本身是跟着你的业务逻辑来的 那有的时候你为了减小 对你整体数值的影响 你是选择使用这个均值啊 使用重数啊 还是选择这个差值法 知道什么差值法吧 或者你选择差值法去填充 那你具体用什么填充 根据你自己实际的业务情况来 根据你自己实际的业务情况来 但是在咱们这里 你碰见缺失值的话 你要对缺失值进行填充的话 就通过这一个参数来控制 就通过这个参数 比如还是这个 这个PVTable 对吧 我这个给它聚合的时候 我也不搞得那么复杂了 对吧 我还是 小猫过来了 不要再因为细节 index 我还是通过看这个主客厂的数据 对不对 values呢 我现在不看那么多了 我只看一个得分 然后columns呢 我也要根据它的对手 给它进行一个 在列上给它进行一个分层 对吧 然后我进行聚合呢 我只要求一个合 那碰到均值 你给我填零 去碰到均值 你给我填零 得到的数据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你只看一个对手 然后按照这个下一个层次 是不同的不同的对手 这些 然后这个 那你碰到有缺失值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零去填种 它其实这里应该是没有缺失值的 咱们看看 来看一看它有没有缺失值 看缺失值 用哪个来的 考一考你们的基础 A字 No 对不对 It's not A字经常跟谁来联用 It's not .I内 对吧 我们看一看它航上有没有缺失 它这个列上有没有缺失值 默认是 它是默认是在列上 然后等于 SS等于1的话是在行上 它跟Drop是相反的 那我们现在看 每一个列上都没有缺失值 对吧 或者 It's not .sum 看缺失值 有缺失值的话 给你统计出来 你缺失值的个数 你看我们这里 没有缺失值 那你 行吧 这个参数就是一个摆设 对吧 就是一个摆设 对于我们这个数据而言 它是一个摆设 对于我们这个数据而言 说话我又要严谨一点 那这个是Fail Value的参数 那前面还给大家说了 我记得刚才给大家看参数的 还有这个Margin 这Margin这个咱们就不给大家举例了 我们直接可以试一下 直接来试一下吧 这样 我还是用它 数据不好看 用它吧 我直接用它 我上面直接填一个Margin 那个参数 是什么 Margin 有没有S 我忘了 Margin 还是Margin 你看它是有S的 Margin 我让它等一个处 你看看 有啥变化 没指定那个Margin Name 给人写错了 参数名 往下看一看吧 有S OK 它这个 这块 没给它名字 还没搞出来 这个东西可以自己试一下 它就是给你做一个小计 对吧 你一般做完表 你要不要做一个航角计 列小计 对不对 它默认着名字是这个 你可以自己去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进行回总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分组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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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这个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 分组 我们一般分组怎么分 你按照某一个列区分组的话 它会默认的给你挑出 这一个列区有唯一的元素 对不对 那每个唯一的元素 都是单独的一个组 那像这个 它就是整个分组过程的一个图解 对吧 那我这里是按照整个key这一列 去给它进行分组的 那key这一列 它总共有多少个不同的 这个唯一元素 一共就 A B C 这三种 对吧 所以它给你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组 那相应的 那data是肯定跟着它来 A的就给到A组 那个A的就给到 这样给到A组 B的就给到B组 这里 给到B组 C的就给到C组 对吧 给你进行分组 那默认的就相当于给你的组 给它进行了这样一个分块 那A组的数据给你放一堆 B组的数据给你放一堆 C组的数据 这样给你放一堆 放一堆 然后干嘛 分组完了 我们一般都会给它进行一个聚合 对不对 那咱们这里是拥有这个映射函数 Apply 也就是说对每一个组 现在给它分成不同组了 那每一个组 它就是相应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元素 对不对 然后给 把每一个元素都映射使用这个函数 求一个核 求个sum 那最终我得到的A组的总和 是它们三个相加的值 也就是A组所有数据相加的值 那B组呢 相应的就是B组所有数据相加的值 C组 也就是C组所有数据相加的值 这样就是一个整个 对这个分组过程的一个图解 好了 这就是分组 我记得在BI里给大家讲分组的时候 那你分组本身不就是找唯一值吗 对不对 我在BI里给大家讲分组的时候 我还记得是用的这个 辽宁本纲队的那个队员的名字 有那个什么赵纪伟了 那个那个 郭艾伦啊 还有那个张志玲啊 等等等等吧 这个东西就是分组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并没有啥特别的 这个不要提 一听分组就头大 关于这个分组 这个整个分组过程 大家没有问题的 可以在公屏上给老师一个回应 这样 我们还是老规矩 你没有问题的 不用回应 然后有问题的 我们直接在公屏上说出来 好不好 黄金三 你好你好 我昨天好像看到你过来听课了 走了 可能因为我在讲课 我没有看这个里边的人 可能就走了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分组过程 那看来大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 那我们在Pandas里边去执行分组的时候 我们通过什么函数去执行呢 就是这个group by 非常像你那个在Synco里边学的那个group by 但是他们不同 他们不同 那我们其实group by就是分组的意思嘛 对不对 那为啥都用这个呢 因为它很贴近自然语言呀 都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些人去记忆 那他默认的就使用这个贴近自然语言的这个方法 所以在Pandas里边我们就使用的这个group by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例 分组的事例 分组还是我们通过数据来搞 它我们调一下这个福布斯 2018年福布斯名人排行的这个数据 给我报了个错 对他的former的forbes 嗨 不要他 我直接就在这里呢 对 OK这样我就把这个数据读取进来了 那关于这个数据读取 开头我记得又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是不是 数据读取 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数据分组 我们要实现分组的话 那你看一看呗这个数据影响根据谁去分组 这里是人名 他的那个人名 他的姓 他的那个年纪 国籍 性别 还有他的主要的这个财富的来源 对吧 主要财富来源 那我们比如 比如我就按照这个性别去个分组 怎么分组 按照性别去分组 group by 对吧 df 你想给谁进行分组 他就是我的对象 我想给他进行去分组 df group by 那他有没有pd.group呢 我也忘了 这个group by 来试一试 不行 f ok 我要给他进行一个分组 给他进行分组 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看一看他里边的这些参数 第一个by 也就是说你要根据谁去进行分组 access等于零 你是在行上分组 还是在列上分组 level 你如果那个是有层次结构的话 你自己去指定那个level asindex sout 是否排序group case 行行行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分组 首先我们给他进行分组的话 那我 刚才咱们说按照性别分组 不对 那你要按照性别分组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性别给他放进来 这样 我就完成了一个分组 分组完了 他怎么没有给我显示数据呢 他直接给我显示了一个对象 对不对 他这样给我显示一个对象 但是我想看看这个对象 他长啥样的话 我这样直接看 看不出来 给他个变量别 我这样直接看 看不出来 你这样直接看的话 看不出来 他本身只给你了一个对象 那我想让这个对象里边的内容 给他显示出来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看看他里边的数据呢 有没有知道的 可以来试一试啊 我们想看的话 用list 你给他装进来 list 把这个东西给他放进来 我们来看一看 他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 你可以使用list的这个方法 给他装进来 我们来看看他里边的数据 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呢 他给你分成这样两坨 对不对 两坨的话 那你看里边呢 最外层 它是一个list的形式 中间用这个d号 给你进行了连接 那中间每一坨呢 每一坨 它都是一个小括号 这样一个圆组的形式 对不对 圆组的形式 你先看后边数据 你发现 有点眼熟 这不就是我这个数据吗 这不就是我前面 这个表格里的 这些数据吗 但是他少了谁啊 少了gender 对不对 gender在哪了 前面这个就是他的gender 因为我刚才 按照gender 给他进行了分组 那前面 他给你显示的 就是他的这个分组条件 后边跟着的 就是他里边 对应的数据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去查看 他里边的数据 长什么样子 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小技巧 那你说你分组完了以后 我想看一看 我这个 每个组里边 有多少数据 你其实通过这个 也可以看出来 在这里你不是看 有行乘以列吗 那行乘以列 不就是你的数据量吗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看 查看一下 每组的个数 查看每组个数 你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呢 group size 我先给他一个变量 给他秘密 通过size这个方式 去查看 他里边每个元素 你按照分组条件 去分组以后 每个元素 他里边具有的歌手 飞名 女士 221个 男士 1810个 女性企业家 221个 男性企业家 1810个 那这是我通过这个sign 这个方法 去帮助我们查看 每一组数据 它具有的个数 那我想看一看 每个分组的情况 查看具体分组的情况 你可以通过什么 这个 我们给大家一个属性 group.groups 也就是说 groups 这个属性 前面是你分组的 那个名字 对吧 它显示的出来 的是这种状态 那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呢 前边给你显示的 也就是这个键 依旧 键的这个名称 依旧是你这个分组条件 那后边跟着呢 是 它对应的这些 数值的index 它所以 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 查看分组情况 去查看分组情况的 那它是以这样 什么样的形式啊 以这样一个 字典的形式 给我们的 对不对 你看这里 大括号 以这样字典的形式 给到我们的 所以它是给我们 字典的形式 那前面呢 就是它分组的值 后边对应的 就是它那些值 符合你条件的 那些值 它所对应的 一个所以 就是这个情况 那所以 这个很明显的 排名15 这个肯定是一个 女性啊 女性企业家 对不对 排名15 这肯定是一个 女性企业家 不幸我们可以 调一下这个原始数据 来看一下 这是df 对吧 df.lock 我来看一看 第15条 这个数据 名字字叫 Alice Walton 然后美国 她的是 沃尔玛的 一个掌门人 一个女士 对吧 女士 F 对应的 15 你说你看看 别的行 你再验证一下 你看看0 是不是一个男的 没有 对吧 男性 54岁 亚马逊 贝索斯 这是给大家带来 一个小技巧 直接帮助你去查看 你分组以后 它里边数据的 具体情况 它是这个 见值对应着 这个里边的 表格 见值是你的 分组条件 后面对应 它整个数据的表格 然后这个 帮助你查看 每组个数 their size 查看分组情况 their groups 这是我们去 验证的这个方式 加出来 那除了这个 我们分组完以后 我还可以直接去查看 组里边 某一个具体的 一个分组 帮助你去查看 具体的一个分组 那你要想 查看具体的 一个分组的话 那就是分组完了以后 你要查看 具体一个分组 使用什么方法 get get 没有s getgroup getgroup 你可以去查看 具体的一个分组 比如说 你想查看一个 就是女士的 这个所有的数据的分组 OK 这就是按照 你的分组条件 分完了以后 我单独查看 其中一个元素 女性 女性 它里边分组 后的数据 它这是一个 什么形式 是一个 dataframe形式 对吧 或者说 这个数据太多了 数据太多了 你可以点height 查看前五条 这是帮助我们去这个 查看这个 查看女性企业家 数据 这是我们根据分组后 它的这个分组的这个名 分组的这个名字 去给你选择这个分组 那分组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这个index 好像不太好看 那如果你想给它进行 index 给它进行调整的话 用什么方法 resetindex 对吧 然后 resetindex以后 它这个会给你变成一个 那个untitle 那个列 然后在这给你 显示出来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里边再给它添加一个参数 drop等数 OK 这就是直接分组 那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分组呢 都是通过这个dataframe的形式 对不对 原本的这个数据嘛 df 它是一个dataframe的形式 前面我根据dataframe进行分组了 那我对series 可不可以进行分组呢 我们对用series 也可以直接给它进行分组 那series进行分组 我可以怎么分组呢 你这不是dataframe呢 那我调出了dataframe 其中的一个列 我是不是就可以分组了 比如说我就看一下 这个 它里边的这个年龄 这一列 这就是一个series 对不对 那我想按 给它年龄 给它进行分组 按照谁分组呢 我年龄 把所有的年龄数据 按照性别 去给它分组 那对这一列数据 对这个series分组的话 那你就直接 在这个对象的基础上 点 正常 用正常去分就行了 然后你要按照谁 去分组 你按照 因为它本身 就是series这个对象 你直接在series对象上 去找别的分组条件 不好意思 它找不着 你得告诉它 在哪找 对不对 那如果我还想 用性别去找的话 那因为性别 它不在这个series上 所以告诉它 是在df这个 gender里边去找 对不对 去找我的分组条件 那这样我就完成了分组吗 我们完成这样 它给我一个是一个对象 你可以看一看 它长成什么样子 完成了分组 用一个list 给它括起来 你是不是就能看到 它分组后 长成什么样了 这是所有女性的 这个按照年龄分组 推 这是所有这个数据 年龄数据 按照这个 gender这个条件 去进行分组 gender就男和女 那f是女 male是男 对吧 给你分成这两个形式 得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一个什么数据形态 这是一个list 这是一个list 因为我刚才用list 给它括起来了 那它本身 这块得到的是一个series 那为什么你这样去分组完了 得到的是一个series呢 因为你前面用 那个dateframe 去给它进行分组的话 得到的是一个dateframe 正常的dateframe 那你用series 你dateage这一列 它本身就是一个series 对不对 你直接给series 给它进行分组的话 那肯定还是一个series ok 那我说想查看一下 这个 每个分组 每个分组里边值 咋看 不同年龄的值 df .age 你要看里边值 对于不同元素 它的值有多少 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说了一个方法 value counts 那你通过这个方法 能看到啊 年龄64岁的 一共有65人 67岁的 有63人 就是这样 你可以查看 每个按照你这个 age这个分组元素 去查看每个元素 按照age这个 列 每个不同的元素 它都是一个对应的分组 去查看每个元素 它里边的数值 有多少 这是 跟它一个相近的吧 这会儿为什么提它 就觉得它俩比较相近 所以在这会儿一起给大家说一说 所以这会儿我们要记住的东西 就是这个 那几个属性嘛 那几个属性 一个方法 两个方法 一个属性 方法啥 看这个 我这个数据有多少 还是用一个group 给它 给它一个对象 然后去看它的属性 要不然 然后每次都得搞 跟它这么长的东西 去给它复制过来 OK 给大家说哪个三个 来着 强调一下 咱们这块主要说的 就是这三 第一个 查看它数据量 size 点size 第二呢 查看它数据的状况 group 点 groups 主性 去查看它数据的状态 分组条件 后边对应的是 这些符合条件的 这些数据行的 所以 数据行的所以 还有啥 getgroup getgroup 你按照你的条件 去签选 比如说你看到 想看一看 这个女性 这个分组的数据 那直接这样 那这块是一个 series的类型 为啥这块 给你显示的是 series的类型 因为你本身这个 是看到年龄的 这个这一列的数据 它本身就是一个 series 给它进行的分组 那分组完了以后 那肯定还是series 那你前面 如果用data frame的话 去给它分组的以后 你看这拿到的 不就是一个data frame吗 去getgroup的吧 这会儿 重点 这三个 具体你想查看 里边的元素的话 你可以分组完了以后 像刚才给大家 那小技巧一样 拿个例子 它给它装进来 就能看到里边 具体数据的情况了 我找不到那行了 但我相信你 如果你一直 跟着我在听课的话 你肯定知道 我在说什么 加起来 OK 下面呢 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统计函数 咱们再聊一聊 这统计函数 统计函数呢 一直很简单了 不管你是在 那个什么统计软件呢 你是在 哪个软件也好 基本上 你找啥 count 那就是查数的 max 那就是最大值 没有人说 非要用max 去表示最小值的 那不太现实 对吧 然后其实我们的 统计函数 基本都是这些 最大值 均值中位数 comcut 对每个分组的组员 给它进行一个标记 也就是累积的技术呗 因为是 cumulative count size 去看你每个组 的这个数据量的大小 min 最小值 standard 准差 sum 求和 对吧 还是这些东西 并没有啥新的 我们下面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分组便利 分组便利 分组便利 我们要获取 也就是说 你分组完了以后 我要获取 组里边的每一个东西 组里边的每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 还是 group 我现在看一看 我这个DF是啥的 我又忘了 我这DF现在是哪个了 还是他 DF还是我这个 所有的这个 福布斯富豪的 这个排行的数据 什么这个 贝索斯 比尔盖茨 沃伦巴菲特 这个 贝利纳德 贝纳尔 什么 阿尔纳特 这个是 LV的那个 这个老板 还有扎克伯格 他的 还中国的 还是认数据 还是认数据 我现在 我特意改 分组 变历 OK DF还是用这些数据 我们 还是要给他进行一个分组 那我这回 还是用这个 gender去给他分组 我首先 给分组 然后给他一个变历名 group group by 然后还是根据这个gender 去分组 分组完了以后 我们来查看一个 这个group 他的状态 我们可以用list 给他括起来 里边的数据 这就是他实际显示的数据 那现在我要变历 这里边 每一个数据 每一个数据 我们一般要变历的话 每一个数据 在里边都代表一个元素 对不对 我用i给他代表这个元素 i in group create i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跟刚才 我用list 给他装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 list 他给你分成啥了 这么两个大块 对吧 你除了list 给他括起来 他本身就是 你这个分组以后 分组以后 他本身就是 给他分成两个大块 对吧 两个大块的话 是每一个条件 占一个大块 每个条件占一个大块 那女性 我是按照性别分组的 那女性 以元素的形式 给他括起来 女性 是我的分组条件 前面是我的分组条件 后边是所有符合 这个条件的 所有的数据 表格数据 那这个 第二个也是 这是另一个分组 另一个分组的话 前面是我的分组条件 后边是所有 我符合这个分组条件 上面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实际上分组以后 group 它本身内容 里边是含有两个元素的 那其中一个元素 就是第一个 这个元组呗 另一个条件 就是第二个 这个元组呗 也就是刚才 我们给大家说的 符合女性 这个条件 以及女性条件 所有的数据 男性的 以及男性 所有的数据 那又因为 这里边 对于每一个分组而言 它里边 是不是相当于 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这个 它的分组条件 一个是符合 这个条件的 所有的数据 比如说你 现在看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你便利这个元素 两个元素 你现在都给我 打印出来了 我只想看 第一个元素 那是不是直接这样 索引出来 直接把这个 第一个元素 都给你调出来了 它整个的分组条件 那 一 那是不是就调出来了 它各自符合条件的 那个数据 对吧 所以现在实际上 对于它而言 对于它而言 每一个对象里边 都有两个元素 那我取 每个对象里边 第一个元素 那肯定都是它 这个分组条件 那每一个对象里边 它有这样 一个元素 所有符合 这条件的所有数据 这是两个元素 对不对 那所以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 拆开来写 对吧 一个是它这个名字 一个是 一个是它符合你条件的 这个名字 一个是它符合你条件的 所有的这个数据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给它写成这样 放 name data ingroup 然后你可以 单看 单独看 还是 就就看这个 名字 那就print name 它俩实现的效果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要 便利的这些对象 便利的这些对象 那便利出来 这个对象以后 你就可以对每一个 对象里边的数据 给它进行一个控制 对不对 name是它了 那么data呢 data 就是对应每一个分组 每一个分组后的数据 对吧 然后你可以选择 对这里边数据 给它进行什么调整 你是要对针对哪一列 给它进行什么操作 你是给它进行这个 比如说年龄这列 你要给它求一个年龄的平均值 找个年龄的最大值 等等等等 你都让它 给你显示出来 对吧 你可以就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 data里边不是相当于 是这样一个 data frame的形式吗 对吧 那我比如 我要就要找年龄 年龄 你找年龄的均值吧 找年龄的均值 你可以 给它 像正常你操作 data frame那样 找到这一列 找到这列 然后我求它的均值 对不对 然后你再求一个 求一个这个 最大值 不行 它跟那个啥名字 重了 那加个 掉第一列的吧 就掉女性这列的 不 女性这个分组吧 嗯 行 就这样 等于data 我还是找 A值 我找它的最大值 对不对 OK 这样找到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让它给你打印出来了 Print Name 然后还有这个 Min 还有这个 Fmax 现在是不是找出来了 对应的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给你变利掉 那你里面可以给它进行一些相应的操作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分组变利 就 其实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你说不说这个分组 变利 已经正常让你变利一个对象 你不知道怎么拆解它里边的元素吗 怎么可能 对吧 你Python基础 那 对吧 那只不过它是给你分了个组而已 分了组以后 它里边长啥样 不就一直在给大家看吗 分了个组里边 分了个组里边 就长这样 用利色的给扩起来 你能看到里边具体的内容 如果你说这样看 老师 你这样看 我还是看有点脑袋疼 虽然它长得 它也挺有规律的 前面是它的分组条件 后边它分组以后 它对应的数据 我告诉你 你这样看 你脑袋疼的话 你操作DataFrame的时候 你就用getGroup 调出其中一个元素来看一看 因为调出其中的一个分组来看一看 因为不管哪个分组 它都长成这个样子 你换成男性的分组 你在这调出来 你换成男性的分组 它也长成这个样子 只不过它是好几个分组 给你放在一起 那对于每一个分组而言 它都是这样一个DataFrame 那你直接看那样 看操作 你想不起来的话 那你把它直接这样看 getGroup 找到它的DataFrame的形式 那你对 我问你 你要求这个年龄这类军职 你会求吗 你要便利年龄这类的军职 便利这里边的每一个对象 你会便利吗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忘了 那种形式 你看不清楚的话 对你就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自己 我最开始 beta不清楚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去看的 对 我直接 我一般我们操作都是DataFrame 那我不知道它里边长成啥样 那好 我就调出其中的分组一个看看 那这个分组长这样 其他的分组都长这样 OK 这是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分组便利 然后 多列分组 以及多列分组 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 多条件分组 多条件分组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分组的 一直说了 你单独按照一个列分组的话 那它会默认给你找到 这一列里边的唯一元素 然后每一个唯一元素 给你当做一个主 对不对 那你如果 做多列分组呢 多条件分组呢 那就你给它分组的时候 我以这两个列 作为判断瞄准 那这两个列里边的内容 都完全一样的 它算一个重复值 不完全一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唯一值 对不对 那还是的 以这两个列 作为你的筛选标准 是唯一值的话 它就给你做成一个单独的组 比如还是用刚才的数据 我刚才还是用那个数据 给它进行分组的话 group by 之前不一直 一个分组条件吗 现在我按照 俩分组条件来分组 我又按照国籍来分组 我又要按照 这个性别来分组 嘿 打多了 你直接用一个这个 list的形式 把你这个里边的分组条件 把你分组的那些字段名 直接给它装进去 就OK了 你想看看它长啥样 装进一个list 发生什么变化了 原来我只有一个分组条件的时候 咱说了 它里边是那个 这个这个 原组形式 对不对 第一层 原组形式 那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分组条件 所以它原来只给你 扩一个分组条件 只扩一个性别 那现在我有两个分组条件了 那它会把你这两个分组条件 用一个 原组的形式 再给你扩起来 后边对应的是 符合你这个分组条件 也就是符合你这个两个条件 那个这个分组条件 后边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 咱们说了 那你如果 你如果 这样看 你觉得比较别扭的话 你可以给它 get group 对不对 get group的话 那这是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和m 对吧 我不用类似 把它套进来 表 get group get group 我还是用这个 原组的形式 靠起来 我复制吧 这阿尔及利亚 还挺不好拼的 还有这个m OK 我这样不就拿到这个 符合我这个分组条件的 分组了吧 那这是其中的第一个分组 是阿尔及利亚 和这个男性 对不对 下边你绝的条件 你在这样找呗 多条件分组 剩下其他的 你就正常运用呗 他的那教你那个 他的那个方法 我点size 找这个数据量 符合这条件的数据量 对吧 除了这个点size 还有啥 点groups 对吧 用吧 他又不怕 要报错 你不要很害怕 报错这个事 不要害怕报错这个事 报错 我根据搞的 他就好了吗 没有啥 那啥 你就自己多事 多事 说完了这以后 给我们说说 这个聚合函数 i个函数 一般我们给他 进行分组以后 我们都需要给他 进行一系列的 这个聚合操作 对不对 不然我分组 你说我单纯就分个组吗 不啊 我肯定要把你的数据 给你进行一个聚合呀 进行一个统计呀 我是来求和 求平均啊 求最大值最小值啊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给他 进行聚合呢 还是 我先把这个数据 给我们导一下 演示的时候 我得有数据呀 对吧 这就是我创建的 这些数据啊 注意这里边 我使用的是 随机数创建的 这样是一个 公司名 薪水 年龄 那现在 我有一个需求 我要干嘛呢 我想求公司 不同员工的 这个品 不同公司 不同员工的 这个平均 薪水 和平均年龄 不同公司 啊好 我是不是得按照公司 给他进一个分组 进行 按照不同公司 给他进行分组的话 给他 group by 按照谁 按照公司去分 company 我给他一个对象 还叫group 这样分组完了以后 我想知道 看看他里边 每个分组 长啥样 你可以 getgroup 啊 这样 看一下他里边 其中的一个分组 呗 是A分组啊 就A分组 所有员工 员工 数据都在这里了 对不对 那我想求 他的平均年龄 和平均薪水 那我们正常求的话 正常求的话 那我就直接找 这个分组呗 他现在都变成这样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dataframe的形式了 那我要求 他的这个 平均年龄的话 age 这样我是不是就 把他age数据 都调出来了 我再求平均年龄的话 是不是一个点命 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 可不可以实现 A公司 平均年龄 34岁 这种方法 我可以实现 但是这种方法 我还要求 平均薪水的 那你再多求点 如果你需求多一点 难道你一个一个 这样去求吗 比较麻烦 对不对 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我们可以怎么求呢 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直接 这个是data的数据 对不对 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我可以是把这个 还是 分子完了以后 我拿到的是 这样的状态 也就 其实就是这个group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ag 这个function 这个函数 去帮助你去求 你要求均值 me OK 直接搞定 直接搞定 所有公司的 这样的 它的平均年龄 而不是 他这个平均值 它的相应的平均值 都会给你求出来 求的是啥呢 所有数据类型的 平均值 是薪水 我都能给你求 年龄 我也都能给你求 这样你可以直接 给它进行 一步聚合 你就不求命 我求个仨 平均 没有问题 直接这样求呗 你说老师 我需求就比较多样性 我这个 我想给这个 薪水 我想给它 求一个它的中位数 你求均值 我说你耍流氓 就是中位数 才能反映 多数的薪水状况 OK 我想给薪水 求个中位数 年龄呢 我年龄 我还要均值 OK 可以 也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链 你产生了不同的需求 对不对 它不同的链 产生不同的需求 可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里边 变成一个 字典 变成一个字典 那针对于薪水这列 salary这列 你想给它求 这个 咱们刚才说是中位数 对不对 然后这个年龄 这列呢 我想求啥 求均值 对不对 这样就OK了 我来看一下 效果 这样我拿到的薪水 这一列 它就是这个 它的各自的 各个公司的中位数 年龄这一列 拿到的是 公司各年龄的 一个均值 那具体的 它的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的 里边我们有这个图记 整个 那这个聚合过程的 这样的一个图记 我们可以看到 那首先 它按照的 你的需求 把你的数据 给你分成了不同的堆 符合你条件的 这样的一个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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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由于我的分组条件 只是company company 对不对 那它就按照 公司 给你进行分组 分组完了以后 它会对你每个数据 每个数据列 根据你的需求 自动呢 去给你进行聚合 我刚才是使用的 一个是字典 那针对于 这个 薪水这一列 我求的是 它在各自公司里的 一个中位数 中位数咋求 中间那个数 对不对 如果它是偶数过的话 求它俩的这个平均 对吧 所以它这个是 给我的是21.5 那这个呢 21.8.10 对吧 39 89 中位数 多少 它中间那个数 多少 中间是10 所以它中的数 10 对不对 那这个你自己排一下 呗 那年龄 那年龄的列 相应的 它给你求个平均 最后拿到的结果 就是你分组 聚合后的结果 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直接通过 ag 这个 这个 聚合函数 给它直接进行一个 对不同的这个列 给它进行一个分组聚合 那其实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 什么呢 就是这个 transform 就是它下边这个 哪去了 这儿 transform 它是给我们进行一种什么样的数据操作呢 它跟ag 又有什么区别跟联系呢 我们这个 为了理解它这个不同点吧 还是去看一看 这个直接看一看 这个案例 我现在产生了一个需求 有案例的 我现在也先有需求 对不对 我现在呢 有个需求 啥需求呢 我现在想找一个新的平均薪水 the average salary 想找一个平均薪水 来代表这个员工 不同的员工 他各自所在公司的一个 平均薪水的一个水平 不同员工 他所在公司的一个 平均薪水的一个水平 那肯定的 我是在不同的公司的话 那每个公司而言 对每个公司而言 他的平均薪资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想求这个 不同员工 他所在的公司 也就是不同公司 他各自的这个平均薪资 那如果按照正常步骤来算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求 你可以思考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数据给导过来 看一看这个data 数据长这样 数据长这样 大家有没有思路 正常去求的话 正常去求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对这个 各个公司 求他各自的这个水平 我是不是喜欢用这个 比如说你可以考虑 试问我们上这课用的 这个映射函数 对吧 任何一个对象 我给他map map呢 然后对不同的列 不同的列 我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中间给他装个dict OK 对吧 直接应用他 这个dict from 然后直接一个映射函数 他不同的列 我直接给他 求一个这个 那个那个 各自的均值 用个dict 或者是你直接用这个map 直接给他里边 放一个function map里边可以放map 可以放dict 可以放这个函数对吧 跟函数连用 把这两行住掉 所以我现在求这个 他平均薪水的话 我按照正常的思路来找的话 找各个公司 他的平均薪水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是不是要给这些公司 给他进行一个分组 你自己玩自己的 你别过都放在一起玩 对不对 我要给他各个公司 进行分组的话 company 我按照公司 各个公司给他分组 这样各个公司的数据 就是各个公司的数据了 对不对 分组完事了 那这是一个data frame吗 你分组完事以后 对于每一个公司而言 它都是一个小的data frame 对不对 它长啥样来着 你可以给它看一看啊 比如说你先调一个公司 对于每一个公司而言 它都长成这样 A公司拿到这样一个data frame B公司拿到这样一个data frame C公司拿到这样一个data frame 对不对 我就实现了这样的分组 分组完了以后 我肯定要求他的平均薪水 那对于一个小 任何一个公司而言 任何一个data frame 我要求他的平均薪水 我是不是要找到 平均 找到薪水之列 找到薪水之列 我找这列干嘛 我要求平均 OK 是不是 求平均的话 这样每个公司 他的一个平均薪水 是不是就找到了 对于任何一个公司而言 此时此刻 对于任何一个公司而言 他的 平均薪水 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 不是 我们来执行来看一下 A公司 他的平均薪水 是这样 他B公司薪水 平均薪水 34 C 9.5 我现在问一下 大家 现在这个数据 它是什么形式 它是什么形式 它是什么数据类型 给你看一下 它现在是什么类型 默念一下 我要执行了 它是一个 Series 它是一个Series 它是能够帮助你看到 各个公司 它各自的平均薪水 是多少的一个Series 类型 那咱们说了 你使用Map的话 使用字典 对不对 那首先 我得需要它的字典形式 我这Series 刚好 具有index 也有值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字典的形式 图 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字典形式 对不对 那我现在再给它一个 进行一个复制 把这个字典给它叫 就叫Dick吧 就叫Dick 不行 就叫Dick Dick 就长这样 对不对 那我再给它复制的话 我是不是找到这个 它各个公司 然后把每个公司 直接映射到这个上 这简直不就是 各个公司的这个名吗 对不对 你找到公司那列 给它用Map一个映射 最后你要体现到 每个DataFrame上 你直接给它一个复制 就OK了 是不是 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链 每个公司给它进行一个 应设 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我这个就用Dick 对吧 这个Dick 我刚创建出来 这个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创建一个新的列 求每个公司 各自的这个平均薪水 这样我们搞定了吗 这个思路没有问题吧 那这个 是我传统的方式 用我已知的知识 去使用Map 映射函数 这个方式 去实现这个效果 去实现这个效果 那我除了这个方式 我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呢 有没有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呢 有 就是我们即将给大家说的这个 Transform这个函数 这是我的需求 这块我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Transform函数 Transform 方案没 对 OK Transform这个函数 用Transform这个函数 我可以怎么利用它去求 真大了你的眼睛啊 看我要用第二种方法了 还是对于 Data而言 我要用 按照公司给它进行分组 分组以后 我找到它这个Salary这一列 对不对 我要给它 对于每个里边 每个分组 各个公司的Salary 我都要给它求平均 你可以直接使用 Transform这个函数 Transform这个函数 里边直接放你需要求的那个聚合 里边直接放你要求的那个聚合 先执行一下 这块我先不给它复制 这个我直接给你执行一下 你看看这个效果 它俩实现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呢 这是我使用Map这个函数 去给它进行一个映射 条件呢 就是我先对每一个 分组以后求个平均 求平均 然后给它转换成字典的形式 然后通过这个字典 用Map给它映射 对吧 这个呢 是我用Transform这个方法 用Transform这个方法 直接对每个公司 给它求一个平均 那这种Transform这个方法 它是不是更简单 那你最后要给它复制的话 直接你再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一步复制 对吧 Data里边 Average Salary 添加一个新的链 那然后再调一个Data看一下 每个公司它都有相应的这个平均薪水了 那对于A公司而言 27.25 27.25 27.25 B公司而言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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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5 9.5 那Transform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Transform它的一个图解过程 还是你先给它进行一个分组 对不对 分组完后以后 你找到Salary这一列 对不对 你要给它求平均 那它具体怎么求平均呢 直接你分组完事以后 在这儿利用Transform这个函数 在这儿给你按照你的聚合的需求 给你进行求解 你这儿求的不是平均 那它直接就给你求的平均 求完了以后 最后数据给你展示出来 那就是这个样子 就没啥特别的 没啥特别的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你可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这个Transform 跟前面我用的这个 Egg 它俩的一同 你可以比较一下 还是这个方法千千万 那你喜欢哪个 用哪个 OK 那下面再给大家说说这个过滤器 过滤器 Filter 这个Filter 就我们对它印象非常深刻 深刻在哪呢 BI里边 一直在用这个Filter 我要用它 它是一个表函数 那第一个条件是 里边是这个表 然后我要给它 按照什么条件 去给它进行一个筛选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用它 但是它在这个Pandas里边 这个Filter 跟我们在BI里边的Filter 它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它里边 基本参数 也就是这些 一个Data Frame 然后直接使用Filter 这个过滤器 那里边呢 一个是Item Item是干嘛的呢 它是对你这个列 给你进行筛选的 那这个Like呢 也是给你进行筛选的 那Rex 它给你进行这个正则的匹配 Access 你是在哪个 轴上进行操作 你是在航上操作 还是进行列上操作 那它呢 Filter这个参数呢 它一般都是跟这个 一般 一般和 函数连用 一般和函数连用 连和实用 我们用来干嘛呢 用它来筛选 这个你分组以后的数据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你学那个Circle里边 后边你格入Py分组以后 你不是还想加一些条件吗 那个Heavy Heavy 谁谁谁 怎么着怎么着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 那这块我们也是通过例子 给大家讲解 我先把这个数据给放进来 看一下数据 它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使用它的数据 那现在呢 我想 我还是想给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分组 还是按照各个公司的不同 我想求它这个平均薪水 平均薪水 但是求完了 平均薪水 我有个需求 我要找平均薪水 大于 大于30的 这样数据那么少一点 对吧 找平均薪水 大于30的 各个公司 平均薪水 大于30的 那些公司 所以第一步干嘛 我还是要给它进行分组 对不对 这个Data Groupify 还是我按照公司去分组 分组以后 我要找它的平均薪水 分组完了以后 每个对于每个公司 分组而言 它都是一个Data Frame 那我要找它的平均薪水 找Cellery 然后 然后 点密 我正常找平均薪水 是不是就这么找 每个公司的平均薪水 A公司 31.4 这只有AC啊 我这咋找的数据 有AC就AC吧 行 重来一下 这回ABB就加载出来了 为啥 因为我这是加载的随机数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包括这个Company X 这块我也是用的实际数 所以 ABC 它有时候就没有全加载出来 像刚才加载出来 就光AC 现在还是 我刚才说的那个 对于每个公司 每个公司 我找到它进行分组 分组以后 我要求它的平均薪水 这么求 没有毛病吗 没有问题吧 好了 那现在我研究是 分组完事以后的事 分组完事以后 我想对它进行一个筛选 对它进行一个筛选 怎么筛选 筛选平均薪水 它大于30的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 一个函数 给它进行筛选 用这个filter的方法 然后通过一个函数 给它进行筛选 跟函数连用 跟函数连用呢 你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你自己写这个 define 去定义你的函数 一个是呢 你用这个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 lambda 对 两种方式 我们先看第一种 先看第一种 把它除掉 先看这个 正常写函数的方式 我想给它进行 这个分组完事以后 我想给它进行一个 筛选 筛选平均薪水 它大于30的 那你可以直接 先给它进行分组 分组完事以后 分组完事以后 你要给它进行个筛选 利用啥 filter 利用filter 里边放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帮你干嘛的呢 帮助你找到平均薪水 它大于30的 那函数名 你给它定义这个函数名 定义这个函数名 里边传这个函数的参数 对吧 我要找啥 传进来的参数 我这里处理的是data frame 所以我这里传进来的这个s 它代表一个data frame 对不对 我要它给我返回啥呢 返回这个x 它里边这个 净水的平均值 它大于30的 你在这写你的条件 不OK了吗 对吧 对于任何一个data frame而言 我要这个data frame里边 薪水这一列 我找它平均薪水 大于30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然后在这我直接 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filter 这个筛选条件 利用这个函数 给它进行一个筛选 没找到 我看这里 数楼的都多少 好 没有大于30 最大的你才23 对吧 那大于16 这我就有了 对吧 大于16的话 那每个公司都大于16了 那不行 我找一个中间的 大于20 看 c的就给干掉了吧 c的平均是16的2 但是这个 通过这个方式 我这个直接去 自己去定义函数 那下面说了 你还可以使用这个匿名函数 lambda 匿名函数 那写就更简单了 对吧 前面东西你正常写呗 后边你直接filter 里边就写你的那个函数呗 函数 然后匿名 lambda s x lambda x s怎么呢 任何一个 x它还是代表这个 data frame 对不对 那任何一个data frame 它里边只要有 salary这列 薪水这列 我要求这一列的平均值 平均值要符合什么条件 20大于20 是不是也实现了一样的效果 实现了一样的效果 那咱们说了 你利用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那我用映射能不能解决呢 你这不是一个data frame吗 那我用一个映射 你不是说那个map play map是处理series的 那我用play 行不行 play 我们来试一试 来试一试 data.golfify golfify 还是我按照这个公司名 去给你进行分组 分组完了以后 我要给它进行一个映射 点oplay oplay啥呀 它也跟函数连用 对吧 我里边还是放一个函数 那前面函数我写完了呀 对吧 前面方程这个 就找这个salary 大于20的 就用这函数 这函数现在 可以直接应用 对不对 那我直接把fine放在这 我运行一下 their as salary mean 大于20 给大家oplay 状况有一点不一样 状况有一点不一样 对吧 你使用映射函数的话 它可以直接给你 把这个分组以后 直接去给你映射 映射完了呢 它进行的是一个 这个判断 为啥 因为我这块 function这里边return的 它就是一个 这个 比较 所以说它筛选出来的 给你筛选出来的 是符合你条件的 这个布尔值 给你进行的判断 返回的是你这个 但是它呢 你使用这个 filter呢 它是给你返回 符合你这个 布尔条件的 所有的数据 这就是它俩的 一个不同面 这就是它俩的 一个不同面 所以这块你可以考 诶 这儿呢 这儿呢 filter 所以你可以在这 比较一下它俩的一同 放到它的下边 放到filter下边 不要 OK 你可以比较一下filter 和这个oplate oplate你拿到的是布尔值 判断的值 那filter呢 是判 拿到的 帮助你拿到的 是符合你这个 布尔值判断以后 你拿到的数据 然后呢 你除了可以用filter 实现这个方式 这个这个方式呢 你还可以在filter 除了是可以 直接用一个方式呢 你还可以里边 直接用一个匿名函数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 这几个课的课程 那主要都给大家 讲了什么呀 主要讲了这个分组计合 对吧 刚开始给大家讲了 这个数据透视表 那数据透视表 它里边的那几个参数 这个参数 大家看一眼 Values 如果你直接用这个 DataFrame去调用的话 那你直接给个Values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用PD DataFrame Pandas去调用的话 那它里边第一个参数 要求你给到一个数据值 也就是Data DataFrame 对吧 然后这是Values Values是你想对哪几个数据值 给它进行一个透视 哪几个列给它进行一个透视 那Index呢 行透视 它可以是层次结构 那你直接用一个 List的形式 把你要 按照你那个条件 去给它进行透视的 直接放进来就行 比如像我这俩 放主角账 对手两个 对不对 那Columns 那它是在行上 那Columns就在列上 对不对 给你显示 具有层次结构的那种 然后是EggFunction 它的聚合的方式 你自己可以调整 它聚合的方式 Fail Value 如果碰见 缺值了 你可以用什么值去填充 Margings 给你进行一个小计 你要不要 进行小计 小计的话 True 然后相应的 给完True以后 你要给一个MargingsName 你告诉人家 你这个东西 记的是啥 对吧 碰见 空值 要不要给你Drop掉 要不要给你Drop掉 Observ的 你自己控制 显示的值 那这个是我们学习的 PivotTable 托识表 下边 下边是这个 进行分组聚合 分组聚合 讲的就是这个 group by group by 这里 它几个参数 一个是 你根据谁 去进行分组 你根据谁 去进行分组 by谁 access 零周一周 然后这个 下边的一些东西 这个一般我们 其实直接要一个分组 行了 其实下边这个参数 用的很少 然后主要是我给大家 说的这三个 这三个 有方法 有属性 方法是一个点 size 一个是 get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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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s 一个是.size 帮你查看 注意量 getgroups 帮你找到 你这个数据 你分组完了以后 它 其中的分组 你自己要放上 这个分组的 这个名字 直接帮你找到 这个分组 然后是 getgroups 直接是查看 你对应的 这个分组条件 以及和它 对应的 这个 符合你 这个分组条件 它对应 数值的 这个index 或者是 你分完组以后 你说我直接 想查看一下 这个分组 里边数据 长长 你可以用一个list 给它扣起来 那我刚开始 学的时候 我掰扯不清 的时候 那list 其实我刚开始 看着 我并没有找到规律 后来是 就是慢慢可能看多了 突然就发现 这不就是 这么回事吗 原来这么简单 但是我刚开始 看不懂的时候 我会选择看 getgroup 这种方式 因为你 按照你分组 条件分组以后 我直接找到 其中一个分组 那其他的分组 不都是长这样吗 对吧 其他的分组 不都是长这样吗 也是分组 分组完了以后 任何一个分组 它都是一个 dataframe的形式 对吧 那这个当然也是 对dataframe 这个分组而言的 那你对 series分组而言的 那你当然了 你分组完事以后 它得到的也是series 那重要的 就是那两个方法 一个是datasize 一个是datagroup 还有一个是datagroups 那个属性 以及前面 刚才我刚导过 那俩方法 然后后边 聚合 聚合 分组完了以后 怎么聚合 ag 你直接后边 加上你聚合的方式 行了 那这个多 多种不同的聚合方式 里边用字典 给它括起来 那还有一个 你可以用这个transform 用transform 那具体它俩 你觉得哪个简单 你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 它比较一下 你比较一下 它俩的一同 你看一看 这个是 给大家看这块 说的 对 讲这个的时候 transform 跟这个映射 去比较 哪个方法 跟快捷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最后给大家讲的是 这个过滤器 过滤器filter filter呢 我们可以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你学mysircle数据库 后边的那个海维 类似 mysircle 可以的 分组后的 海维 你可以这样去记 我觉得更好记一点 然后下面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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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实现的方式 过滤器实现的方式 我这块用这个filter 然后后边 它一般都是直接 跟函数连用的 跟函数连用的 那跟函数连用 你可以直接这样写函数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那样 去写一个匿名函数 lambda 这样就不用你去定义 这个函数名称了 写起来就比较方便 但是那个可读性 好像也不太好 反正这玩意肯定有个取舍 对吧 然后你可以跟oplay 类比一下 跟oplay 你拿到的 其实是判断的一个 你这是判断条件的话 oplay这会儿 你拿到的是一个判断 不耳之 符合你条件的那些数据行 数据 所有的数据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那关于今天的课程 大家有没有说 老师 我这块没听明白 你那块再给我倒过倒背 或者哪个参数 我没记住 或者是哪个参数 哎呀我不太理解的 都可以啊 咱们可以直接在公平上提问 完了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 然后今天也是周末了 大家早一点休息 那明天应该大家都没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啥事的话 不要忘了啊 来敲一遍咱们的代码 我说的每个东西 敲代码 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大家那个文件 也不是为了让你直接巴巴巴巴 敲一遍了拉倒了 我希望大家走走心 走走心 就是每一行代码敲完了 你知道它干嘛 就OK 好不好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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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够将 天上月亮